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農曆新年快到了 很多人都会买蝴蝶兰在家装饰一下 但开花后就会不知怎样好 很多时候就会把蝴蝶兜掉 但其实蝴蝶兜都有生命 要悉心照顾蝴蝶兜 知道正确的方法 就可以令蝴蝶兜再次开花 现在我介绍一下我们需要的植料和工具 有去年开了花的蝴蝶兰 花剪、水苔、混合植料 混合植料有蓝石、炭和树皮 一个图盘和肥料夹 肥料夹里面就装了有机肥料 首先我们就把蝴蝶兜不要的东西剪掉 有什么是不要呢 有些枯了的枝 这些绿色的花款 其实它可以再生一些枝芽 它会再开花 有些蝴蝶兜和会生高滑 可以再种 有些不要的蓝筋也可以先剪掉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些混合植料 到盘里面 就是炭、蓝石和树皮 作用就是用来去水 然后就把蝴蝶兜放在里面 在旁边就加一些蓝石和稳固 然后在表面就盖上水苔 盖上水苔的作用是用来保湿 保湿的蓝花就会生得好一点 盖上水苔之后 我們就可以放有機的肥料給它 放在旁邊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淋透水 不要淋到蝴蝶藍的葉芯 否則就會爛 淋完之後 你就要放在通風的地方 不要讓太陽直接照射 整個種植蘭花的步驟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謝謝 謝謝